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望雀之亭深渊 孤海天航这一期小号打29星的实况攻略 之所以是29不是满星 这个20轮实在是凹不出来了呀 小号的输出实在是比不过大号 就29星就这样子吧 那本期先来讲一下实陈 我会先介绍一下我小号的大概的配置情况 供大家做参考 接下来会说一下打的这个阵容的配组站位 以及实际打的过程中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以及整个实况的攻略流程 那现在我们就先从我小号的配置开始说 来看一下我小号的两个输出 第一个是警员 没有抽星魂也没有抽专武 用的是大月卡光追 今日意识和平的一日 属性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大概这个样子的一个警员 属性的话应该还是算比较一般的 因为仪器还有四星仪器没有换 下一个输出用的是清雀 其实我原定的第二个输出位是刃 在我小号的抽卡规划里面 但我小号的抽卡这边 75保底歪了个杰哥的一命 没什么好说的了 赶紧拉个清雀用一下 清雀这边的属性也是比较一般吧 反正大家看一下 仪器方面也是用的这个增伤球 用的是个四星的 这个和我的警员简直一模一样 没有五星球啊怎么办呢 清雀这边光追带的是商店光追 早餐的仪式感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下位的替代 也是还是不错的 其他的辅助角色两个奶妈 一个是罗刹 罗刹带的是等价交换 另外一个奶妈 纳塔莎带的是同一种心情 不管是罗刹还是纳塔莎 都是120多的速度 让他们速度快一点 可以帮都有解控 其他的辅助角色方面 有一个瓦尔特老杨 还有一个佩拉 一个火煮 一个杰哥 以及亭云 辅助角色除了老杨是一个负C定位 有强化装备以外 其他全都是捡垃圾啊 就随便捡点能用的 强化等级够用就行 所以在辅助的属性上面 我就不多说了呀 我相信和大部分玩家的辅助练度 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们正式进入实战 上面的队伍用的是 警员 田云 纳塔莎 带一个杰帕德 下面队伍用的是 清雀 老杨 罗刹 再加上一个火煮 推荐把带嘲讽的护盾 放在四号位 把奶妈放在三号位 相对最不希望阵王的输出 放在一号位 这样一号位的生存率 会更高一些 如果没有警员 就换成其他的输出 只要属性可以克制怪物就行 第二队里面 如果没有老杨 可以换成像银狼 或者换成像佩拉 这样的其他的增伤管 也是没问题的 在开战以前 这个密技点该用就用啊 带庭云这队 记得密技可以用两次 这样庭云开局进去 就可以放终结技 进场以后 庭云先开终结技 再开战技 把增伤都叠完以后 警员再开终结技 这样警员身上 也会吃到 庭云赐福给的加速效果 第一波的小怪 都没有什么难度可言 第一波的小怪 都没有什么难度可言 基本上控制一下能量值 控制一下战技点 进第二波就可以了 进入第二波战斗以后 杰哥先把护盾给交了 然后庭云就注意一下 身上的buff的层数 buff层数在一层的时候 可以考虑战技补一下 两层和三层的时候 都是直接普攻去补战技点 不过第二波 此怪物给到的 生存压力并不高 加上杰哥和纳塔莎 也是可以一直普攻打战技点的 所以如果想要让伤害最大化 庭云在这个位置 可以每回合都放战技 就注意一下 只要保证警员 每回合有战技点可以用 那庭云也尽可能去开战技 加快能量循环 庭云的能量也可以 折算为是警员的能量嘛 这样也可以提升警员的输出效率 如果刚好插一轮次 打到三星 那可以尝试一下 在这个方面 用庭云去追一下 这个伤害轮次 我插的轮次有点多 这里就不挣扎了 然后在结束第二波次的怪物以前 一定要注意杰哥的能量 要满能量或者接近满能量 再进第三波 杰哥因为自带嘲讽 几乎是开局必被控 所以需要纳塔莎战技去帮他解一下 我这个纳塔莎 其实面板速度都慢了 被怪物第二轮超车 给杰哥打了两个控制 一次治疗解不过来 但时间也还来得及 只要在怪物放出 黄金年代的解放以前 开出群体盾 就能撑过这一波最要命的伤害 那如果这个盾没开出来呢 基本上就会出现阵亡 可以退出重镜了 如果没有杰哥 上面用的是火煮 那同样也是必须要在黄金年代的解放开出来以前 把火煮的战技 嘲讽减伤给开了 不然很有可能扛不住这一波黄金年代解放 吃完这波黄金年代解放 没有翻车 接下来就是祈祷不要被控得太离谱了 只要不被控得太离谱 靠着盾 靠着奶 都是可以狗过去的 这一波我纳塔莎被打出控制的时候 心都已经揪起来了 生怕他补刀一下 补掉我纳塔莎 好在后面 杰哥嘲讽还是立功了 吸收了两次普攻的伤害 纳塔莎解控以后 赶紧先来一个中阶级群体治疗 同样还是撑到杰哥再开出一波群体盾 用群体盾来顶第二波的黄金年代的解放 第二波大招所承受的压力 其实比第一波小很多 中间只要打出过弱点击破的效果 那现在两个怪物他们的行动值是有差距的 没法挨在一起连续放两个黄金年代的解放 除非被控得特别离谱吧 不然在这个阶段基本上不会出现阵亡 可以成功的拿下上半段了 所以打上半部分最主要的凹点还是在于 刚进第三波怪物 要硬吃两个黄金年代解放的那一下 只要扛过那一下后面基本上就能过 OK那么上半段处理完 我们来看一下下半段怎么打 那下半段的开场也是一样的 该放的秘技都放一下 不要浪费秘技点 开怪以后第一波小怪也是用来给我们重振旗鼓的 基本上卡着大家能量差不多满 战绩点留一个三点以上来进第二波怪 如果跟我清雀一样输出带上了需要击杀才能触发的光追 也最好在第一波就先把这个该触发的前置条件给触发了 以有增伤的状态进入第二波 下路有不少的小怪都带有魔音声的复活效果 如果想要打的快一点可以用佩拉的战技或者罗刹的终结技 这里我是为了控一下清雀他的光追增伤buff 所以没有着急 确定清雀拿满了增伤buff以后我才进到第二波 进入第二波以后罗刹的终结技推荐先捏一下 等到中间的练行者放出了小怪以后 再用来清理掉场上的buff 如果老羊的终结技能量满了 也可以暂时留一下卡在怪物两次行动中间放终结技 这样可以打断行动 控掉第二段 这个技巧在用老羊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 后面打卡夫卡的时候我会再详细介绍 第二波怪物给的压力也不大 只要可以处理掉对方的复活buff还有回血buff就很好打 所以推荐把罗刹这个奶麻安排到下面这个队伍里面来 可以减少队伍的驱散压力 如果单用一个佩拉来驱散 驱散其实没问题 但是整个队伍的战绩点压力会比较大了 因为往往佩拉他是承担着打战绩点这样一个角色 他要频繁使用战绩去解除敌方增益 那势必就会有其他的一个输出或者辅助被迫要普攻 所以让罗刹走在下路既可以解除掉敌方的增益 又可以驱散卡夫卡的控制 一个人赢两次简直是双赢 在第二波快要结束的时候 也是注意留一下能量留一下战绩点 尽可能以一个比较完整的样貌来迎接第三波怪 第三波开怪以后老羊有了终结技先不要着急放 可以留着等卡夫卡第一次行动以后插在中间打断卡夫卡行动 当然这个属于操作程区的事情还是要有反应速度 如果反应比较慢的话最好是关掉这个快速动画 我就是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第一个该按的终结技没有按出来 第一轮行动火主最好是开一下嘲讽战绩 这样把目标吸引到自己身上 他吃伤害他吃其他效果 对队友没有影响 如果刚才老羊终结技成功插在卡夫卡行动中间放出来的话 那其实是没有这一下控制的 确实是很尴尬的事物 在这以后每次卡夫卡要行动的时候 我都全神贯注 手放在终结技按钮上面随时准备插入 在队友被控的时候 罗刹最好还是用战技来驱散一下 在练行者有加血 小怪有魔鹰神复活的时候 罗刹也要记得用终结技驱散一下 卡夫卡加上练行者这个组合 在前期给到的生存压力其实并不高 反而是在血量低了有了追击效果以后 对于生存压力会更高一些 这点和上半部分那两个禅食者之影他们是反过来的 所以前期打起来只要罗刹的回血结界开始了 那生存压力基本上是没有的 在卡夫卡和练行者快要行动的时候 火主开一下嘲讽也是基本操作 然后还有个细节 就火主他这个技能满了以后 可以先不着急放终结技 可以卡在两次行动中间 放下终结技给全队回一次血 加一下护盾 这样可以降低生存压力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过的 老杨这个终结技可以卡在怪物的两次行动中间放出来 这样可以打断怪物的行动 终结掉卡夫卡的第二次技能 其他也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了 罗刹及时帮忙解控 按不就般的慢慢打输出就过了 好了 那么这一期小号也能通关的 忘却之庭10层深渊实况攻略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视频有用 请记得帮忙点赞 如果对本期的七八九层怎么达到满心感兴趣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 感兴趣的人多 我再把前面几层也做一下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爱特哥海城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